为什么总得着我 想找个单独跟你在一起的机会真难 小语 我喜欢你 打你进团的第一天起 我就喜欢上你了 因为你是学员 团离规定 学员期间不能团离爱 我得守纪律 所以这些话 也在我心里憋了很久 小语 答应 你转正后再来就好 可以吗 你怎么一句话都没有啊 我已经向你表白了 你总该表个态吧 那你为啥你总是对我都是我打架的呀 我承认 我排练的时候要散过你 说清楚 冒犯过几次 那不重要 那都是因为我爱你 小语 我真的喜欢你 你想干什么 我就是想亲你一下 我就是想亲你一下 你敢 你要是干啥就好 全团的都会知道 我不信 不信 门口有人呢 你吓唬我了 你等着 我 唐小 同学们 你们都听见了吧 替我做个证 如果有一天我唐小语 演不成无穷花 那就是张小斌耍流氓不成 勾报私仇 看 看什么看了 我就是跟唐小语同学 交流交流思想 谈谈话 都是想你 没有 可以 不想去 大人 不想去 不是 无法 那我 不想去 不想去 我去供效科 一样为丝化做东西 这叫好钢 用在刀刃上 我不同意你去供效科 调动没门 老实交代 你要这份奖务要干什么 哥们要调到供效科去 把你八个地 这个位置就是你的 基本上给其中一步 再 single一步 跟酒抽筋 直到轻火 开大横 预备 把轭步 你对 牛 Fish 都融合 goddess 军阵登口战绝对不能当逃兵 倒 也不倒在车阵里 因为你是我宋子唐的儿子 对不起 都怨你 都怨你 你说你要把儿子早点掉进宫校课 能出现意外吗 这是医院 嚷嚷有什么用 我不知道儿子有病啊 可儿子找过你 你知道你为什么不同意啊 我告诉你 儿子要有个三长两短的 我 我跟你没法安抹 还好没伤着骨头 警官 这件事 你一定要向厂长解释一下 妈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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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您怎么来了 儿子 没事吧您 没什么大事 大 大夫说是没有后遗症 那个 也就是炫掉这么大块肉 最多烙一疤 有疤才显得有男人味嘛 没后遗症就好 不谢条胳膊都不好意思说 在铸造车间混了 是吧 梁主任 刚写条胳膊那是轻的 去年我们车间那铁锤 搜得也就飞出来 擦着头皮就过去了 一下砸死两个 我算命大了 舱长 其实我们车间的安全措施 做得还是挺到位的 误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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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怪您 怪我自己 谁让我有病呢 谁让我没事总犯晕呢 建国 你身体不舒服对我说 我可以给你病假呀 轻伤不能下火线 想当年我的父亲 血压飙到一百八 照样奋战在一线 坚持了三天 行了 行了 还怀恨战役呢 怀恨战役那一年 我父亲因这些 当年小梁子都参加过 这是事实啊 小梁子 责任在她 你先去忙吧 苍苍 我先走了啊 别往心里去 没事 回家 梁主任 苍苍 要分战一线 你自己分战去 赶紧跟我儿子换工作 锻炼锻炼 你这叫锻炼吗 你这是把儿子 往死路上逼啊 你问问他掉了 有这么大块肉吗 不是 你不信是吧 来来来不信 你拆开看呢 别 别 别 不是 别 这有这么大一块 妈知道 妈知道啊 你干嘛回家去 你回什么家呀 大夫说要住院 你都不信是吧 整个化妆 这是个自我介绍的事 我叫宋长青 我返程知青 现实状况是这个待业 就是就无业游民 对 你你你叫什么呀 我叫崔晓丽 崔晓丽 张青哥还挺有表演天赋的 就是对那女孩太不公平了 你还想怎么着 你还希望他们俩好啊 我不要 谢谢 我对了 你高瘦啊 高瘦 就是 就是贵庚 什么贵庚啊 你这 你 你多大 我二十三 二十三 对 我二十三怎么了 有问题吗 这不像二十三呢 你满脸折的你 就像三十二一样 你有病吧 不是 你拿晕得晕晕晕 强庚哥 强庚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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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跟人家说什么了 把你给起跑了 你是跟谁学的呀 你看我学的像吗 行了行了 你们俩真是的 快说 说什么了 我跟她说啊 你说你长得太漂亮了 你比歌舞团的童修宇 还漂亮是贝 说得对 说得对 我问她多大了 她说二十三 她说你这不像二十三呢 你看你这一脸折的 怎么不都是像三十二的 你拿晕得晕晕晕的 强庚哥 你太损了你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太损了太损了 不是那损办 你看我这一表人才 人很迷就喜欢上我 你说说你别让我 叫我给打碰 打碰 别别别 我 我请 我请客 我请客 这干吗 你赶上我了 快点 快点 小姐 快点 你们慢点 等等我 我宋建国不爱宽人 但我必须承认 这身白大褂让你给穿绝了 我现在知道什么叫天使了 可以啊 宋建国 可玩命的 不愧是彪兵 狭路相逢 勇者胜 玩的就是心跳 知道我这手是怎么伤的吗 自己弄的 自己弄的 比关公的八股疗伤还要行 我把我这手啊 直接就赶进机器里了 就像放进绞肉机一样 眼看着是碎肉横飞 就差那么一点 我就跟我这胳膊说再见了 说什么呀 你来试试 只要对自己吓得去手 没有办不成的事 哥们儿工作调动成功了 商议好 供销科报到 宋佳怎么进出你这号人呢 什么叫我这号人呢 裤子脱了 全脱吗 我怕你受不了 怕小 打小就爱来医院打针 那个时候的护士阿姨 又漂亮又温柔 打针之前还帮我挠痒痒 你不怕我去举报你 你就不怕我去举报你 说你为了调工作自残 你不会的 你就那么相信我 除了你我谁都不信 唐晓雪啊 唐晓雪啊 宋长青 十月的秋风吹过芦苇 迎来了北燕 杨柳低垂 默默无语 送走了秋缠 秋天是告别的季节 我们却在旷野上收获着思维 扛着铁锹推着小车 走在史库边崎岖山路上的人们 一眼望不到边 而我却望穿了秋雪 天边的冷云翻滚 寒风萧瑟 我就用那思念点燃了一团 叫做希望滚 我 colleague 好 uiù'm управ it 让开你了 你让开你了 行行行 宋长青同志 老师 去年我得蓝卫言 你因为照顾我 没能考大学 要不现在你已经是大学 二年级学生了 你要努力 今年一定考上大学 下一个节目 你们一块儿去北京 行 去北京 去北京 万泉河水 情有情 我边道里送红军 君爱民来民用军 君民团结一家亲 一家亲 洪长青 该你了 不是吧 这个 该你了 不是 你快点去 把你了 你了 你还是不得了 你ід 你都好 啦啦啦… 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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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这人啊 我又不用你给我擦屁股 怎么着你也帮我拎个掉瓶吧 来看我空着手就来了 进门就丧了个脸 我是病人你是病人 你这德行怎么的 组分让人给刨了 比刨了组分还难受 见过啊 哥们这儿疼 说 出什么事了 兄弟给你做主 哥们没戏了 藏小语 真的跟你哥好 今天我跟踪你哥 跟踪到江边 我看见他们 在广天花日之下 又唱又跳 搂搂抱抱 那就热情 不敢入步 太刺激哥们儿了 我还从来没见过小语那个样子 哥们心都碎了 看来我哥是真不想走正道啊 是 你啊没事跟踪我哥干吗呀 谁跟踪你哥了 你刚才说的 我是一直跟踪唐小语来着 我是一次两次的 今儿那人要不是你哥 我非费了压不可 千万别犹豫 赌场无父子 情场无兄弟 你要真喜欢唐小语 就该跟我哥决斗 要不你就真是一面光 决斗我不怕 那就上啊 关键 关键我不会显示 大哥的是 登国报 上过杂志 他还是省作家协会的会员 你也配聊诗 上次我那发言稿 谁让你的上面画了大胸啊 你也就配琢磨点这吧 这 不会显示咱可以学啊 我要是你 我一天一手 行吗 先别看了 整天拿本书由来党去 你脑子里都想些什么东西啊 该高考的时候 你给我当逃兵 现在该工作了 你又拿本书 我就看不上你这个三心二意 什么都干不成样子 我早就跟你说过 红星棉房厂这个名额是我好不容易弄来的 你好好干好好干 你可倒好 报到都不去 对了 你今天去见人崔晓丽 你怎么对人姑娘那样 你装什么混蛋啊 我怎么装混蛋了 人家老崔给我打电话了 你不愿意见 我不给你安排啊 你早说呀 本来就多余 你说什么 我这不想去不想去 你们非让我去 那我又没感觉呢 去了不就这结果吗 你敢去个屁 你 我和你妈有感觉吗 我们结婚之前面都没见过 我们不好好地过了一辈子吗 山顶东人还穿树皮吃生肉呢 是不是还得回到原人社会啊 你给我胡搅蛮缠是吧 我说不了你了 你干什么呀 你看我干什么 他闭嘴了吗 我跟你讲道理呢吗 老头怎么回事 讲什么道理 你敢给我讲道理 你看他闭嘴了吗 你还说 你还说 你还给我谈啊 你长本事了现在是吧 老头子 你怎么回事 说着说着声音就跟炸雷似的 你不跟我说好了吗 跟孩子好好说呀 妈 妈说的话你都听不进去是吧 谢谢妈啊 一直替我在爸那儿瞒着 这下瞒得了一时 瞒得了一世吗 你爸知道那也是早晚的事了 我就不明白了 这就是我们两个人的事 你们那么多人掺和什么劲哪 怎么会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啊 这是两家的事 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了 你跟小雨这事啊 肯定成不了 你们俩要成了 我这古月梅名字我倒是写 哎 古月梅 梅月谷 梅月谷挺好听的嘛 你这个孩子都什么时候了 还这么给我臭拼啊 妈跟你说实话吧 这么着急忙碌地跟你做梅 全是妈的主意 我就是要把你跟小雨给拆散了 我早就看出您的狼子野心来了 你这孩子 妈这么苦口婆心地跟你说 到你这儿怎么就成狼子野心了 我这是为你好啊 妈 没用 我和小雨是风吹不倒 雨打不散 你 你早点休息吧 我还复习功课呢 好 值班呢 不在床好好躺着 瞎溜着什么呢 手坏了 我脚又没坏 有皮快放 我忙着呢 哥想你了 过来看看 我哥跟你姐在湖边约会来着 你怎么知道的 那你别管 他们俩人是又唱又跳 还搂搂包包 看那样子有点像野森尼亚里的桥段 你姐还够浪呢 你嘴巴放干净点 是你哥勾引的我姐 都这会儿了 谁勾引谁有那么重要吗 关键是他俩正在热恋之中 你怎么答应我的呀 你保证我不让你哥来勾引我姐 你怎么说话也不算数啊 你是有把柄在我手里的 所以啊 所以我第一时间来向你通风报信了 你还是第一时间管好你胳膊 那你姐怎么办呢 我姐不用你操心 要是再让我知道他俩在一块 我就把你那点破事给抖了出去 好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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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好躺着 在这儿干嘛呢 赶紧回病房啊 领导视察工作 好好值班啊 好嘞啊 成 三月里的小雨 嘻嘻嘻嘻嘻下个不停 山谷里的小溪 哗啦啦啦 留个不住 怎么像个词啊 三月里的小雨 老宋 你能不能对长青好点啊 是不是在厂里遇着不顺心的事了 怎么了 怎么了 到底怎么了 还不是因为老唐 就是不肯去科研所报备 非要让我给他赔礼道歉 现在这个事啊 像滚雪丘一样越滚越大 越滚越大 部里来过好几次电话 非要问我和老唐 在文革期间 到底有什么过节 需不需要组织出面 那你就让组织出面解决嘛 组织怎么出面 组织出面这个事情的性质就变了 这老唐也真够倔 当然了 公正地说 老唐是一个不错的组织 没有别的暴力 就是认死人 不要我说呀 你们也是 就光口头上请人家出山 一点诚意都没有 怎么叫没诚意啊 你不了解情况别乱发言 彭副书记调到部里 厂长楼西单元那个房子 我就是给他留的 我让老罗把钥匙给他送过多少次 就是不要 你为什么让老罗送钥匙啊 你得亲自去 多好的和解机会呀 这俗话说 伸手不打笑脸人 我的姑奶奶 这句话不是应唐献民 这都多少年了 我们两个情况 你不是不清楚啊 我这个热脸贴冷屁股 贴过多少次了 管用吗 他就是头倦驴 他就是头倦驴 和胡喊三哑回来 妈 回来自 宋长青 是 真是 再怎么说 我也是住了几天医院的人 不给我来迎接医师也就算了 家里连个人都不留 没人看好 我 小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唐晓宇 怎么想起找我来了 有件事我想请你帮个忙 要帮忙想起我来了 不 我不是这意思 你看 我跟小旺是哥们吧 那咱们俩也算是间接的朋友 你有事说事啊 别给我提刘晓宇 不提不提 不提啊 是这样 我想请你把这封信转交给唐晓宇 自己给她不就得了 我 她不是不在吗 帮忙忙 好不好 帮个忙 务必要亲手交给唐晓宇 就是一封信嘛 丢不了 文文 这封信对我来说很重要 好 拜托了 知道了 谢谢啊 谢谢了 唐晓宇哪儿那么大魅力 这么多人追 去 唐晓宇 你快点 什么事啊 你找个团力来了 小语 唐晓宇 你太让我失望了 这莫名其妙的 我怎么了 怎么了 我问你 你是不是真跟那个修地球的好上了 别不承认 偷偷摸摸的算什么呀 敢做敢当 谁偷偷摸摸的了 是啊 你现在都不偷偷摸摸的了 你都敢光明正大的 有人都看见了 你跟那个宋长青在湖边 又唱又跳 光天化日之下 你们两个居然还搂搂抱抱的 你想干什么呀你 你听谁胡说八道的呀 你甭管我听谁说的 我就问你有没有这回事 有 我是跟宋长青好了 怎么了 我真没想到 你居然是个自甘堕落的人 我跟宋长青好了 怎么就自甘堕落了 滕小雪 我告诉你 宋长青她现在呀 已经不休地情了 她回城了 马上就要去洪心棉坊厂报道了 回城了 回城了 隔两百米我还是能闻念她 山山那股牛粪味 咱们跟宋家什么关系啊 你和谁好不行 你偏和她好 你这不图马蜂窝吗 行了行了 我的事你少管 你小屁孩 你懂什么是爱情啊 少够装大一巴狼 反正偷鸡摸狗那不叫爱情 再说了 你想过爸妈的感受吗 妈那人什么脾气扭步不知道 你这往她心狂插刀吗你 小羽 小羽 快上来 来了 刚刚我还没跟你说完呢 出事了 你快上来 什么事啊 出什么事了 刘文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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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分享一下 都浪费了 你凭什么拆我的信啊 你还有没有道德 我要是不拆你的信 怎么拆穿你的真面目啊 别看你平时装得跟无穷花似的 骨子里就是个蝴蝶迷 刘文文 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 在我面前出现了你 唐小雪 刘文文 我叫你的德行还偏见诗啊 再好的是从你嘴里面中 就变成了臭狗屎呢 谁不让刘文文是全天中最大的浪货 刘小旺几个破包子就能撂倒的臭鞋 你凭什么说我姐 谁破鞋 谁破鞋 你和你姐才破鞋 我们全家都是破鞋 你才破鞋那再说一遍我抽你 行不行 谁抽啊 抽啊你 我破鞋 刘文文 你等着 迟到有天我抽得你满地脚牙 刘雪 谁抽谁呀 别找他 什么看我家两大鞋 一个糟一个老 全家都是破鞋 不要脸的破鞋 来啊 我等着你 臭不要脸的 你以后别当我们歌舞团来了 你以为我愿意来呀姐 人家骂你什么你听见没有 骂你破鞋 死去 这就是你跟宋长颖好的后果 看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